参议院表示,长达80页的法案内容要求将持续加强购买枪之前的背景调查,包括新增10个工作天来审查20岁以下的消费者购买枪支的行为能力和心理健康记录。 此外,新法还要求提供联邦资金帮助各州实施红旗法,也就是所谓的危险信号法,可以暂时没收危险人物的枪支,并且联手社区与学校提供心理健康资源。除此之外,还会加重非法购买与出售武器的罚则。 由于新法已经获得包括总统拜登与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的公开支持,因此预计将可以在7月4日休会前批准这项新控枪法。 如果该法案获得通过,这也将是美国近十几年来最大一次的枪支改革行动。